看看新闻网 提起金星啊 大家往往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毒蛇 自从担任娱乐节目的评委之后 金星的公众形象便逐渐从舞蹈家转换为电视人 不过金星本人他却从不曾忘记自己的坚持 近日出席某个活动的时候 他在媒体面前再次重申了自己的定位 有金星出没的地方一定少不了话题 许久没有在北京露面的他 近期信深北京魏某杂志的周年庆典驻镇 一开口就与金四方把自己和一些明星点开了关系 我们国家盛产明星很少出艺术家 所以说我离开北京十多年以后 我发现北京是个大马蜂窝 对吧就是蜜蜂 苍蝇 完了马蜂窝都会看得挺热闹的 其实真正采蜜的 能出蜜的蜜蜂就那么几个人 真的干艺术的还就那么几个人 我一直分开清楚 别人经常把我推到浪家转 所以明星我说我不是明星 刚刚撇清自己和明星的关系 接下来金星又对武林大会的 众多选手们进行了评说 但是这段话可能会让有些明星不太高兴了 你敢站在我眼前上跳 我就敢说 那你别在我眼前上跳 对吧 那我要是当明星的话 我让平人评说 我就敞开我自己 随便说我 既然我有那个金刚段 站在你面前表现的话 我就任人评说 对吧 又想混个脸熟 又想闹个收视率 又想混个小明星 连这点付出不了 还当什么明星呢 所以我怎么看不起明星呢 我们是艺术家 金星一直以快人快语 嘴下不留情的性格著称 但是殊不知 他并不是针对某个人 只是这种爽朗的性格与生俱了 别人老觉得好像我做电视 好像我这个口才 是专门为电视练的 错了 我一直说话这样 了解我的朋友 都这个样的快人快语 而且你们以后改名 不许跟我叫毒蛇评委 叫真实评委 什么毒蛇 太没想象力了 媒体毒蛇犀利 想点别的词 都21世纪了 虽说是性格如此 但是如此快人快语 免不来让一些明星下不了台 武林大会上的众多选手 也对金星望而生畏 当天的发布会 除了请来了金星李全 也亮相发布会的现场 一直在着装上 带有文艺气质的李全 当天的着装可是有些特别 我觉得还挺自然 穿得很舒服 所以我今天就试试看 第一次来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穿这个大家会不会有 什么不好的感觉 或者好的感觉 都可以告诉我 挺好的 我觉得他像这个人 就可以衣服 跟这个人像就可以了 无所谓你睡衣穿的干嘛 都无所谓 觉得这个人穿得舒服就可以了 我觉得咱们不要太给 任何都给规定好 这个事干什么干什么 现在什么年代了 金星快人快语的性格 也让北京的媒体领教了一番 虽然话不好听 但是仔细回味 也是不无道理的